9月7日 由美国英龙传媒旗下的美国城市卫视18.9频道 和中美华人戏剧联盟共同举办的大型演员培训 及表演类励志综艺节目 《梦美生命英龙星计划》 学员结业及节目首播仪式 在美国英龙传媒文化中心举行 美国英龙传媒董事长苏延涛 中美华人戏剧联盟创始人杨洋 联合创始人曲美林 作为《梦美生命英龙星计划》导师 何陶市市议员吴立伦 蒙特里公园市市议员林达坚 独家冠名赞助商《梦美生命》 指定化妆造型合作伙伴 M-STAT Studio美国公司经理 以及《英龙星计划》成人组 和儿童组的全体学员及家长 出席了节线仪式 在过去三个月 我们分成成人组跟少儿组 把这些学员跟中美华人戏剧联盟合作 训练 把这些孩子还有成人组的学员们 训练之后成为真正的 能够在舞台上展示他们的一个表演的这么一个演员 所以今天通过一台儿童的舞台剧和一部微电影 展示他们的毕业作品 我们非常的高兴能看到通过这样的一个《英龙星计划》 这一批的学员能够在荧幕上和舞台上展现他们的才华 结业仪式上主办单位向学员们颁发了结业证书 所有来宾还一起观看了《梦美生命》《英龙星计划》结业作品 六期《梦美生命》《英龙星计划》真人秀节目 全程记录了学员们三个月培训和拍摄的成长历程 该节目将于9月21日起在美国《城市卫视频》的播出 《非诚》那《非诚》苏总苏泰 还有整个《英龙传媒》非常敬业又专业的拍摄团队 能让我的所有的学生们在这次微电影当中圆一个梦 当然也非常的感谢金银团队 也能让我圆一个作为导演的梦 所以我觉得是我跟我的学生在这次计划当中一起成长 然后我们大家都有了一个非常开心的成长 那通过三个月的学习呢 孩子们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无论从最基础的自信心的培养 还是语言表达能力 以及肢体的协调性 团队的协作性 以及同理心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我参加我们的《英龙星计划》非常的开心 也非常的感恩我们的杨阳老师 还有英龙公司的工作团队 还有我们英龙的苏总苏太太 谢谢 非常开心 华夏电台记者威斯克威娜采访报道